5月20日西班牙官方公报公布政府决定 外国移民持任何类型西班牙居留 在国家紧急状态 Estalo de Alarma前三个月过期 即在2019年12月14日以后过期的 在疫情期间过期 或者是到目前紧急状态 确认延长至6月7日期间过期的 都可以从紧急状态宣布结束后 自动延长有效期6个月 而无需单独去移民局更换居留证 在国外逗留的移民可持过期居留返回西班牙 因疫情而逗留在国外的 不计算离境时间 另外各种签证有效期可延长3个月 本法令于周四5月21日开始生效 西班牙国家紧急状态 Estalo de Alarma开始时间为2020年3月14日 目前确认延长紧急状态至6月7日 其他人资金牙国家紧急状态